风控关到受不了 山东济南大批群众试图冲破防疫封锁线 他们一边推开路障一边高喊解除封锁 根据外媒所掌握的消息和画面 这起最新的街头抗争发生在29号晚上 画面中穿着防护衣的就是公安人员 他们和多达数百名群众 发生好几波激烈的肢体冲突 而同一天广州也出现街头抗争 主因是广州政府突然宣布 疫情升温要求暂停餐厅内诱 网传画面上百群众推翻围栏 朝身穿防护衣和手持盾牌的公安攻击 路透也直击 在立湾区有大批民众 在封路街道聚集抗议官方的封控措施 抗争持续到晚上 南汉广州这两起最新的警民冲突 主要仍然是防疫措施过于严格 现场并没有看到有人举起白纸 不过西方水者认为 大陆官方清零政策不变 白纸革命也将持续发生 上海公安拿着民众的手机滑也滑 还不断提出质疑 双方最后爆发口角冲突 地点在发生白纸革命的乌鲁木齐中路 对不起 这里正在执行公众 外媒直接报道 警方是在检查民众手机里 有没有不符合规定的软体 以及要求删除示威地点拍摄的影片和照片 同一时间网络也传出上海公安三人一组 在地铁车厢内逐一检查乘客身份证的画面 另外在香港29号晚上 有马蒂一带有群众聚集 拿着乌鲁木齐中路样式的文轩和白纸 要求大陆放宽防疫措施 遭到警察逐一记录个人资料 要坚决依法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 坚决依法打击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白纸革命爆发三天之后 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青 强调的是坚决打击敌对势力渗透 并没有提到白纸关键字 但也被认为是替这次抗争运动定了调 另外针对BBC指控上海公安在白纸革命现场殴打记者 大陆外交部再度作出回应 这位BBC记者在警方执法过程中拒不配合 却做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 这显然秉承了BBC恶意碰瓷的一贯作派 面对白纸革命 路透报道大批警力已经进驻北京上海深圳 官方除了派出地面部队 网路巡逻也持续进行 28号晚上四川宜兵公寓失火 就在民众踢爆消防车 又向乌鲁木齐惨案被挡在防疫威力外 进入火场救援后 相关画面不断被微博删除 TVBS新闻张志明李明珊综合不懂 No more lies No more lies 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在著名的三黄雕像上 贴上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 手拿白纸跟标语大呼口号 声援国内的白纸革命 加拿大也有众多旅外华人 聚集在中国驻多伦多使馆外力挺国内抗疫民众 经过的车辆也大按喇叭表达支持 英国BBC记者先前在上海采访示威遭到逮捕 英国外交部因此召见中国大陆大使表达抗议 大陆坚持疫情清零政策 引爆各地民众不满示威 美国政府表示密切关注 支持民众的言论自由与示威抗疫的权利 白宫态度依旧保守谨慎 就是要预防美中关系 因为白纸革命再度恶化 失去两国沟通对话的管道 大陆官方面对抗疫声浪 采取的策略跟伊朗政府一样 将示威活动归咎于外部势力煽动 誓言强力打击 美国纽约号召华人跟海外留学生 周六上街游行声援国内抗疫 台湾学生联合会也在立法院前举行记者会 邀请台湾学生支持大陆加入白纸革命的学运 彰化高中学生会同样预备 以联农墙的方式力挺 这场白纸革命只怕还会继续延烧更多地方 TVBS新闻董佑俊 庄凯玉于思寅综合报道 中国各地因为疫情风控爆发白纸革命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美国支持各地人民和平表达意见 包括中国 在29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钱斯洛维尔号在南海执行自由航行政务 美军声明指出这次在公海的任务符合国际法 是要挑战中国越南及台湾针对无害通过的限制 强调中方表示美军非法闯入南沙岛礁附近海域遭警告驱离 是错误的说法 有媒体关切北京是否利用对外强硬的军事声明 来转移内部问题的关注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准将表示 不认为有这样的关联 白宫发言人上皮阶再次强调 美国政府支持人民有免于恐惧和平示威的权利 记者也不应该因为采访工作遭逮捕 殴打或骚扰 至于美方会不会向中方沟通强势镇压的后果 或者出手协助中国人民解决网路封锁问题 上皮也表示没有相关计划可预告 中国内部罕见示威 美国政府以全球适用的大原则来回应 TVBS新闻黄松普 尼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